我知道自己在生病的時候的痛苦跟無助 想要看到一個正面好起來的例子 所以我算是已經知道會有什麼樣子的攻擊跟負面標籤 然後還是決定做這件事情 然後兩年之後現在回頭看 會覺得我當時候的設想都是正確的 就是這全部的負面標籤啊 然後還有網絡透明攻擊 都是成立的是存在的 嗨大監管好嗎 歡迎來到理科頻道 嗨我是阿滴 約莫兩年前我們一起拍了一個關於 阿滴憂鬱症的影片 其實蠻多人觀看也得到不錯的迴響 兩年之後回來 我們有一些新的發現新的心得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阿滴你最近還好嗎 各方面都還不錯 然後工作跟生活也有找到自己的節奏 目前我覺得如果要講幸福指數的話 我應該是有個8.5 這麼高 其實蠻開心的最近 我覺得我也差不多啦 我看你蠻常在分享就是憂鬱症相關的東西 甚至還寫了一本書 對對對 兩年前我先做影片分享 那個時候是我憂鬱症 好了 然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痊癒的過程嘛 然後 再過了一年多 我出了書 是想要更詳細的講說 整個過程跟如果你是病友的話 你可以做什麼 因為我在生病的時候很想要找到一本書 想要知道一個人 他生病 然後跟我狀況可能類似 然後他好起來的過程 我想要看到一個 成功的案例 寫這本書是 給過去平行世界的自己 如果當時候我有這本書的話 我會跑得比較快的角度去寫這本書啦 發布了之後 其實我沒有什麼宣傳這本書 因為我覺得 會找到的人就是會找到 然後 我這本書是寫給你 真的是有憂鬱症的人 然後你透過這本書可以得到一些方向 我其實在回到做那一支影片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一個心理預備 是我會被罵了 我生病是2020年 因為算是人生的一個低谷 然後我體驗了 經歷了很多事情 糾結點當時是 我要不要把這件事分享出來 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個負面的標籤 這個標籤會黏在我身上 然後它不一定是一個好事情 最後終於還是決定做那支影片 是因為出發點就是我想要幫助一些人 因為我知道自己在生病的時候 的痛苦跟無助 想要看到一個正面好起來的例子 所以我算是已經知道 會有什麼樣子的攻擊跟負面標籤 然後還是決定做這件事情 然後兩年之後現在回頭看 會覺得我當時候的設想都是正確的 就是這全部的負面標籤 然後還有網路透明的攻擊 都是成立的是存在的 然後甚至是更勝於我本來想像 我覺得我的狀態比較是 我已經設想到說 會有這些負面的結果 但是我願意為了 它能夠產生的正面效應 去承受這些負面結果 大家會知道說 我曾經有過憂鬱症 然後可能會把這個拿作是一個把柄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就這樣攻擊我 我在生病的當下都沒有講 我是好了之後 跟大家分享我怎麼好的嗎 但很多人會看那支影片 就會覺得說 它有憂鬱症 好那之後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通常會有幾個面向的講法 就第一個是 笑死你這樣也可以憂鬱症 你明明過這麼爽 你有什麼好憂鬱症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說 我們不要罵他 他有憂鬱症 我們要小心 不要他很玻璃心 這樣這是第二種 第三種是 他消費憂鬱症 拿憂鬱症當擋鍵盤 不管我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是我今天出現在新聞版面上 就可以設想到底下會有這些留言 我在這兩年這樣下來 我的體會是 我會比較注重在 我當初到底為什麼會決定要做這支影片 因為我的目的是 讓現在也有這個病的人 可能可以同理或是得到一些方向 所以有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是有的 在那個影片底下有幾千則留言 然後我也常常收到E-mail 或是私訊說 我因為看到你那支影片之後 然後我真的比較有方向 或是比較覺得被同理了 有哪些事情可以做讓自己更好 它正面影響到的一些患者的這個意義感 會大於這些負面的表情對我的影響 常常就會看到說 一定會被攻擊 很多時候 我相信很多創作者都一樣 會因為想到這樣子 然後原本有一些想法就不敢做了 我是沒有得過憂鬱症 我可能產後憂鬱 可是之後在提及你的文章裡面 你常常就會跟這個關鍵字 脫不了關係了 但是我看到跟你看到也是一樣 真的有一群人 因此更認識了心理健康相關的話題 開始跟自己對話 開始去想說 可以怎麼樣讓自己更好 這些人不一定有憂鬱症 我們也相信 幫更多的人去分辨了 生理上的憂鬱症 跟憂鬱的心情有什麼不一樣 有點像是一個科普 因為我那支影片裡面 還有我的書裡面也都有講到 過去八年來的創作者生涯 我也有經歷過就單純只是憂鬱心情 到我真的發現我生病了 它是一個生理狀態 然後醫生看了之後覺得 你這個是要吃藥 要進入醫學程序的 這兩個東西是有分別的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 也是一個很好的觀念 讓大家可以正常化去討論這件事情 正常化去討論自殺的念頭 我在發了影片跟出了書之後 其實有很多的創作者 也沒有辦法拒名是誰 因為他們就不希望被知道 他們就會來跟我說 他其實一直有這個困擾 他不知道該怎麼求助 然後不知道該拿什麼資源 在討論這些話題 甚至是在討論自殺的時候 有點像是在討論天氣 就他並不是一個禁忌 他就是應該要拿出來 好好大家一起討論理解 然後去找出一個最好的解方的 所以經過這些交流 我也發現說原來有很多隱性的 有處在那個狀態 他可能還沒有憂鬱症 他是一個已經壓力快要斷掉的前兆了 曾經閃過自殺念頭的想法 這種不正常的狀態 我這邊補充一下 如果你有閃過想傷害自己或自殺的念頭 這時候就是你去尋求專業救助的罪嫁時候了 沒辦法等了 對這個是警訊 因為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第一次閃過這個念頭是什麼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 我其實一直在催眠自己說 我沒有壓力很大 我能力很好 我不會憂鬱症 我猜 在你真的被醫生說你得到憂鬱症的時候 你會想說憂鬱症是不是只有抗壓力比較低的人才會有 沒有錯 可是這是不成立的 對這不成立 不是說抗壓性差或是剝離新的人會憂鬱症 其實憂鬱症高風險族群都是那些很完美主義 然後抗壓性很好 他們會把很多責任往自己身上擺的人 他會一直覺得自己可以再承受更多再承受更多 不知道那個界限花在哪裡 有點像是一個完全充滿氣的氣球爆掉 他就一點點氣都沒有辦法再保留了 因為你已經被壓垮了 因為對你已經爆掉了 那那個時候就是進入到一個生病的狀態 你要慢慢把這些碎片拼湊起來 成為一個正常的氣球 我自己也是這樣 因為我過去一直認為我是一個抗壓性很好 因為我也經歷過很多大風大浪 那我也覺得我是工作能力很強的一個人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當時我一直想要催眠自己說 我沒有憂鬱症 不會發生在我的身上 甚至是我以前會有一點覺得 是不是有一些人都用我憂鬱症 然後擋擋鍵盤就說 你不能怎麼樣講我之類的 但是我真的得到憂鬱症之後 原來是這樣子一回事 然後在那個病症當中 會有什麼樣正常的生理反應 怎麼樣尋求幫助 跟他的確是要花好長一段時間 才能夠走出來的一個疾病 他不像感冒一樣 是可能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好了 像我的話 我就是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才真正完全走出來 然後可以回頭看著這一段 我曾經經歷過的深淵 Avelyn剛剛也有講到說有些人會用憂鬱症當作是台階 我不太鼓勵這件事情發生 很可惜啦 這個詞有點被不小心使用了 變成是好像我因為這樣沒辦法做事情 所以我才這樣子 但我身邊看到真的憂鬱症的人 都是不得已的 他們拿他當成一個台階都沒有辦法 我看到的是整個直接倒下的 因為社會很大嘛 所以在社會上有沒有人 他明明沒有憂鬱症 但是他拿憂鬱症當作是一個藉口 一定還是有 所以我覺得這些算是bad player 有一點把憂鬱症算是污名化 但是有沒有一群人 他是真的進入在那個狀態底下 就是在生理上沒有任何行為能力了 他已經沒有任何能量 因為在憂鬱症的當下 其實連去洗個澡都是很困難的 就是你沒有辦法有足夠的動力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也是有的 這些東西很難辨別 當bad player 越來越多的時候 整個社會的氛圍就會覺得說 你只要講憂鬱症 你就是懶惰鬼 你就是只是在找一個台階下的人 不是這樣 不能這樣子 over generalize 說 所有都是這樣 因為也是有真正生病的人 他們必須要用這個方式來跟大家講說 不是我不願意 但是我現在真的沒有這個能力 那我想討論心理健康 憂鬱症就是起一個頭 不久之前 他還算是一個蠻禁忌的話題 我們假裝他沒有去諮商什麼的 也沒有很盛行 甚至你去諮商 你會不好意思跟人家講 好像有什麼問題我才去 但很慶幸現在這個風氣慢慢 越來越開放 願意去談心理健康的事情了 每天都要對自己去檢視心理層面上 我們有沒有好好照顧自己 我們知道我們要睡滿超過八小時 我們知道我們要選健康的食物來吃 要多喝水 那心理呢 大家每天是用什麼方式來確保說 我現在的水平是在一個還不錯的狀態 生活中有一點彈性 身體的健康很好看得到 比如說哪裡流血啦 哪裡受傷瘀青了 但心理狀態怎麼樣去做一個檢視跟反省 我覺得像諮商 你不用是一個憂鬱症患者 你也可以去諮商 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 就好好照顧自己的心理健康 然後去把這一塊的重視 要放得跟你身體的健康一樣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就算你沒有時間或資源去諮商的話 開啟跟自己內在的對話很重要 舉例來說 什麼時候我會有比較長的跟自己內在對話 其實是在自己一個人運動的時候 我們去東京跑了10公里 我很不喜歡跑步 但為了不要在那邊昏倒被送醫院 我是真的有在練跑步 在練跑的時候前面兩分鐘我就覺得 我想要停下來了 我心裡又有另外一個聲音說 為什麼其他人都可以跑得了 我是我不想跑而已 好接著那兩分鐘就過了 接下來就好可以了 再來呼吸又會再變更急促 心跳又會再加快 這是我真的全神關注在 觀察我自己的生理健康的時候 這時候有趣的地方是 你生理心理全部的雜音都會停下來 你只剩下你跟你自己相處的時候 只剩下你的心跳 你只剩下你身體的感覺 那一刻對我來講是非常輕鬆的 就是往內觀測的感覺 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可能我是必須要去做一個 我不是非常喜歡做的事情 那有些人可能是在泡澡 有些人會直接用冥想 因為這很多雜念嘛 所以你要找到一件事情 是可以讓你專注到 可能至少90%以上的精神 你全部都全神灌注在那個心理上面 你才可以讓你大腦適度的放鬆 所以有些時候會說很多手藝的東西 就你可能要做一個什麼 比如做菜或是運動 做菜是不是 對 做菜 我覺得你的做菜不太一樣 我是做菜你是運動 就讓身體有一些運作的感覺 這樣子你的大腦才必須強迫的 去把這些雜念放下 去專注在你現在當下的呼吸 或是你現在當下每一刀要怎麼樣下 然後最後可以有一個成果 然後這個成果可以是越來越好的 那你就會有一個進步的成就感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屬於每個人的儀式 很有趣的是 因為眼睛看的是外面嘛 我看到你 我看到其他朋友 我看到同事 我看到家人 我可以很明顯的知道 這個人的狀態怎麼樣 他是能量蠻高的 性高采烈的 或是有點沮喪 好像有點不太開心的 我們看別人是看的 其實蠻清楚的 但是你上一次用看別人的 這樣子的感覺 來看自己是什麼時候 這個是非常需要 一直被提倡的 我們習慣 我希望你好好的 你有什麼事嗎 我想要幫助你 那你有這樣子跟自己講嗎 不要一直把別人的需求放在自己的前面 自己在生病之後也是 調整了這個順序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 maybe 華人的文化 或是我們教育背景 不管是禮貌或是謙讓 很容易會把別人的需求放到大於自己 我覺得對我來說 太極端的去執行這件事情 反而會對自己不健康 應該是要先照顧好自己之後 然後再去看能不能照顧別人 我那時候也不算是真的生病 自律神經失調 沒辦法睡什麼的 我現在回去想說 覺得那時候真的非常的黑暗 為了不要成為我家人的負擔 這是我一定得做的事情 我知道生理會影響心理 所以我很注重運動 我很注重吃飯睡覺 就是這些曾經我都覺得不就是正常 大家每個人都會做的事情嗎 我真的必須要花時間跟精神 去努力做好這件事情 因為我跟你一樣 我是會覺得我自己抗壓力很強 我有辦法一直承受 什麼東西進來 可以可以來來來我來做我來做 現在我知道我有更珍惜的東西 我的人生還有身體必須要保護好 不然我小孩要來照顧我怎麼辦 有的時候我們明明知道我們可以做十件事 但是我們就可能做三件事 現在我花很多的時間在休息 但我有發現把十件事變成三件事 這三件事可以做得好很多很多 這是我們一起去Lululemon 東京路跑的這個活動 你有發現什麼事嗎 沒有我一開始在想說 他為什麼要邀我們兩個 但是後來就是有看到他們的 Mission Statement Lululemon Stride 是重視心理健康 然後透過運動連結彼此 我們曾經做過那支影片 就是討論心理健康 所以 Maybe 是很有代表性吧 當下跑步我覺得 有體驗到一些Evelyn所說的 我很專心在當下 跟自己對話的這個部分 我當初也問了一樣的問題啊 找我們幹嘛 對 我很老實的說 我穿Lululemon的那個褲子 用途就是躺在床上 跟沙發上 因為我覺得他很透氣 你找一個躺在那邊的人 去那邊要幹什麼 後來我就發現 他們是想要講說 運動這件事情 心理健康這件事情 沒有在分 你是不是體育運動選手啊 或是什麼 但是我們就被安排在 Ely的旁邊 他是台灣的三鐵選手 他也跑過超級三鐵 對 我遇到他之前 我不知道什麼叫超級三鐵 我還問他說 是中間可以過夜嗎 還是怎樣 還有Kamil 他是香港的奧運游泳隊的選手 對 我那時候很擔心說 就是我要是跑了跟不上 要怎麼辦 因為他們感覺就是很輕鬆啊 知道要跑步 還早上還去練游泳 對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每天都有運動嗎 他說沒有啊 我就說OK 其實我很慶幸是在東京跑 因為他雖然太陽大 然後跑了會熱 可是他偶爾就是一陣冷風吹過來 是涼的 那時候一開始有一個破冰的活動 就是想要安排 各個國家地方的KOL去認識 然後他就會告訴你要換足 然後討論一個問題 其中呢 我們跟好像澳洲泰國的選手吧 有一題是問說 你這輩子最想要做的是什麼事情 然後我聽完阿滴講了之後 我就覺得說 真的給自己的責任太大了 有些人要想說他想要買房子 有些人想去哪裡哪裡玩 阿滴就說 我想要買房子給我的爸爸媽媽還有我的妹 這有機會達成 有機會達成 就是不要給自己那麼大的壓力 這個其實是我一直以來的夢想目標 我生病之後這個夢想要暫時隔著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你想要的目標 其實我爸媽跟我妹他們都跟我講說 他們只要我健康就好了 但我現在就是我已經好了 然後我又恢復到正常的生活 跟我工作能力反而還有再更提升 我就會覺得說這個是一個 這輩子裡面最遠的目標 達成之後 有一個妹妹也可以有第二個妹妹 也可以有第三個 你不需要 我當你兒子 我當你兒子好不好 反正不要給自己太大 太大的這些壓力 經過這一段之後 我覺得是一個修煉 對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的工作能力 又也更上一層樓 然後那個抗壓性 我不再是用ㄍㄧㄥ的 而是我用一個像 有點像打太極的方式 我知道我可以 但是我移動一下順序 對 沒錯 我還是可以 對對對 更從容的去面對生活當中的壓力 疏通 泄洪 如果你有看過我們的上一支影片的話 我們的氣場 那時候跟現在又不一樣了 之前是有點大病出獄 然後跟你說 喔 好可怕 喔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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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是我懂那樣子 同時我們也學習了 對應付人生 面對壓力的新的方式 好 那我們就很開心的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啦 我們的近況 對 希望大家也可以 在心理健康上面有更好的掌握 然後更加的重視心理健康 然後也可以開啟討論吧 我覺得就不要覺得這個是一個taboo 對 就是你如果真的有什麼狀況 跟身邊的人討論 或者是很誠實的面對自己的情緒 我覺得這全部都是第一步 比克跟娃也是有在推廣這個 心理健康科普的部分 也是希望更多真的有需要的人 勇敢的尋求幫助 然後也可以讓自己的心理健康 回到一個最平衡最舒服的狀態 就像是我們是一般人 我們私下朋友跟朋友之間 我們也會說 我們最近好 或是我們最近不好 那可以怎麼樣 你只要願意談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我的頻道不知不覺說停更半年 就停更半年 那是因為我想要幫自己放一個長一點的假 我還是有在偶爾上傳一些照片 當你看到我變得比較胖的時候 就是我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有些人是不吃東西 壓力大人不吃東西 可是我是壓力大 我就是一直吃 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可以更從我的行為上面 來抓住我現在自己的狀況在哪裡 我正負可以可能六七公斤 胖六公斤完全是另外一個人 長的樣子 對 但是瘦下來大概也沒感覺 反正那就這樣子啦 希望大家都身心健康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如果還沒訂閱的話 請幫我訂閱一下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